在豪华中型SUV当中 奔驰 宝马和奥迪 这三巨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它们不仅拥有着历史的片 同时还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看出剧也是非常的有面 但是今天介绍的这款奥迪 就绝对是能够吊打 宝马查森的存在 价格方面 直接从39万 移动跌至321万 同时它强劲的动力 再将发振了4T这种加持 即便是奔驰GLC来了 它还是能够轻松吊 曝光方面的设计 亦展现了青春雨活力 并且地气格栅更是 巧妙地如入了品牌的标志性 大家吸的S打灯 它整个车头看上去非常有神秘 可身的腰线也是非常的优雅 全部的设计更是简约运动 大家维护的设计 同样令人惊艳 自处的排出 尽占显了车辆的车辆动力 并且复权它一种估计的个性 同时维登的造型也比较独特 可是为整车增添了几层 未来感觉价格方面一路广角 大家397500到48800 共和优惠能够达到136900 西门级版本已经跌至228万多 只能过来 甚至有部分地区优惠以后的价格 依然是31万多 在这里我还是建议你多看 毕竟我们消费者的钱 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能省一分是一分的 动力层面搭载了 2.0T方案 且七挡式双立核变的箱子 刚起步的时候动力是真的 而且超支的时候 激速非常快 即便是到了后段 也没有出现疲软的感觉 从而言之在行驶过程中 它是能够让你保持镇定自若的 底盘方面强而强而无量感动力想象 即便是遇到不平的路面 车内的乘客依然能够感受到 如丝滑顺畅般的承择体验 在家夸扯思绪性能价值 即便是复杂路段 也能够让你游刃有余的通过 更是确保了你驾驶的安全与性 而它还达到了四枚七零 走去达到了两枚九 在空间方面还是很穿长的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 都十分富裕 或让你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 特别是颓步空间 能够随心所意的伸展 头部空间还要两圈 并且后排座一放到之后 甚至能够装成一张宠外式 就这样的空间表现 跟它出去自家有难道不合适吗 而在内饰方面的设计 属于简约风格 不过方案盘的造型非常有特 过感也是十分舒适 功能按键布局也是比较合理 形成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还有丰富的配置物 无气囊 太压暴起 排康碰撞预机 不动安全系统 这是达出色的性价比 你买澳华猪行SUV绕不开的选择 怎么看呢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